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天恩師德 我們領到典案師慈悲 諸位典案師慈悲 諸位前賢 大家晚安 晚安 那麼我們今天談經 第21頁 21頁 是是 好 善知識我持法門 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善知識我持法門 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晨勞 他說我這個法門 就從一個般若 妙制 妙性 就可以生出八萬四千智慧 來對峙八萬四千晨勞 世間的眾生在這個十丈紅塵之中 造成的煩惱 辛勞 非常的多 非常的複雜 用八萬四千來代表他的無數 無量的意思 非常的多 煩惱無邊 什麼事情都會起煩惱 陰天也會煩惱 雨天也會煩惱 晴天也會煩惱 那麼這個身體健康 身體衰弱 工作 待人接物 跟每一個人相處都有不同的煩惱 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煩惱 你萬事萬物 甚至你買個房子也有煩惱 要怎麼樣去維持它也有煩惱 所以煩惱多啦 那這些煩惱要怎麼解決 書本上都沒寫啦 沒有對峙的方法 怎麼對峙這麼複雜的煩惱呢 沒有對峙之法 只有臨時從你的波折之中 生出智慧出來 必須要有妙智慧 才可以應變 大概應一切的變 若無臣勞 智慧藏現 不離自信 那麼八萬四千智慧 來對峙八萬四千智勞 那麼智勞被制服了 就沒有智勞了 智慧藏現 這個智慧就時常出現 不離自信 智慧在哪裡呢 就是從自己的本性生出來的 所以說不離自信 沒有離開自己的本性 不是說我們向外去讀書啦 學習啦 或是追隨哪一個善知識 去這個受教 那個都不是智慧 智慧是從自信生出來的 就像眼睛能看耳朵能聽一樣 你跟誰都學不會的 你眼睛看不到的人 你去跟什麼明眼人學 也學不會看到啊 看得到是要自己有那個視覺才行 那我們人都有靈覺 這個靈覺要讓它發揮出來 良知要讓它發揮出來 所以說智慧藏現 這個智慧不離自信 而這個智慧可以生出84000智慧 一個智慧 一個大智慧生出無量的智慧出來 那這邊的84000智慧 就是講方便善巧 各種的方便法 隨時可以生出來 用完以後就放下了 你光跟一個人相處 一天就要生很多智慧出來 光一個人 你夫妻倆在一起 從早到晚 要講多少句話就有多少個煩惱 簡單的說 教小孩子也是啊 也是一樣 每一個動作都會讓你起煩惱 一個對峙不好的話就起煩惱 沒有處理好不行的 就會出問題 這個世間的人事就這麼麻煩 你想用一個規範規範不了的 規範不了的 起心動念都是煩惱 所以只有智慧 而智慧是要從這個本性裡面 發露出來的 要怎麼樣才能夠發露這個智慧呢 然後這樣可以運用無窮呢 誤辭法者即是無念 怎麼樣才能夠誤這個法呢 覺悟這個大法 就是從可以生八萬四千智慧的這個法 像我們讀書會學很多的方法 書本裡面教我們很多的方法 做人做事的方法 成功的方法 但這些方法呢 都不能對治八萬四千晨勞 相反的這些方法 你強用它會製造出更多的煩惱出來 所以說呢 大智慧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發露呢 無念 無念 我們人就是念頭太多 就好像眼睛有白內障一樣 一層又一層就看不到了 白內障越來越厚 什麼都看不到了 念頭也是一樣 念頭越來越多 念頭不是光念一念而已 念頭起來會變成思想 思想會變成情緒 情緒會變成業障 叫業視 所以這是越來越加深的 就像後學形容的 白內障越來越厚一樣 念頭也是一樣 所以不要以為我隨便想想沒有關係 它會越來越嚴重 嚴重起來就會障礙你的智慧 白內障會障礙你的視覺 念頭會障礙你的靈覺 靈覺就是智慧啊 靈性是無所不覺的 叫智慧 所以要無念 所以像我們幕後一早 傳的就是無念法 幕後一早 不管你念什麼 明示一指 萬念俱消 這就是無念法 而得到以後你就要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什麼呢 守護這個無念的本性 無念之性 不要整天念東念西的 只有無念才可以隨機應變 發揮無窮盡的效果 產生無量的智慧 就像守 你如果抓著東西不放 那是就沒辦法做其他的事了 最多只有把這個東西弄來弄去 搬來搬去而已 搬弄來搬弄去而已 那心有念就像手有物一樣 手如果沒有物的話 手無物 它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心無念也是一樣 它可以生一切的智慧 所以心保持無念 無念起念 念而無念 無念中碰到 煩惱起來的時候 會起正念來對峙之 正念對峙呢 真正的正念 用完就會歸於無念 它念不會長念 不會念念相訊 正念的作用在這裡 就像手用完以後 它又鬆開來了 恢復到空空的 下次才可以再用啊 你不能說一個動作 就一直停留在那裡 你說臉上有一隻蚊子 趕一下就一直這樣子一直這樣 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我們不會幹這種笨事啦 但我們念頭會這樣子 會念念相訊 一件事情一直想一直想 就像我們說的 趕個蚊子就一直趕一直趕 蚊子早就不知道會到哪去了 你想一個人 處理一件事情 心一直僵在那裡 就是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就會僵在那裡 而且徒勞無功 那個事已經過去了 人也過去了 很多人心永遠都在想一些 早已經發生過不知道多久的事啊 人啊 或是一種恩 恩啊 怨啊 都停留在那裡 所以要無念 傳道就是傳這個無念法 傳這個無念法 我們運用三寶也是一樣 要讓你回歸到無念 扣手也是啊 要扣到所有的念頭都清光了 都清光了 智慧就出來了 一扣再扣三扣 就是要把這些你整天念念不捨的 你不是說一邊扣手順便想事情 也有這樣子的 一個找獻箱獻完 好多事情都想了一遍 一邊想等一下要怎麼樣罵小孩 等一下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順便計畫一下 這個就不是無念法了 扣手的作用就是他能夠有效 你專心一點 他可以有效的把這個念頭清楚 這叫無念法 所以無意無著啊 這個字不念著又念著 不要去回憶啊 回憶以前的事情 也不要去攀著啊 去執著未來的事 過去的事不要去回憶 沒什麼好回憶 回憶也沒有用 回憶障礙你的智慧 障礙你的智慧 不要一直去想過去的事情 想有什麼用呢 一直想昨天老公跟我說了一句什麼話 老婆跟我說了一句什麼話 障礙智慧 所以未來呢不要執著 未來的事情啊 還沒有發生 未來還沒有發生你執著什麼呢 執著也執著不到啊 反而沒有失去智慧 所以呢我們大部分心都是這樣 多次去想過去的事情 執著未來 然後眼前啊 心都不在焉 對不對 眼前像剛才講扣個手 要嘛就想未來的事 要嘛就想過去的事 你眼前扣手 一扣再扣就沒辦法全神灌注 沒辦法全神灌注 所以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就在這裡了 就像一個人現在在聽人家講話 但耳中老是充滿了昨天 人家跟他講話的聲音 或者在妄想明天會聽到什麼 美麗的美好的音樂聲 那這個耳朵就算報廢啦 那叫幻聽啊 精神病才會這樣子 現在人家跟你講話聲音聽不到 聽到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聲音 沒有的聲音 自己幻想出來的聲音 我們心也是一樣啊 要放在眼前現在 無益無著 不要去回憶過去 也不要執著未來 這樣才會不起狂妄 不起狂妄 這狂妄 以無為有叫做狂妄 沒有的把它當作有 像我們說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想它幹嘛 已經沒有了嘛 就像水已經流過去 你去撈也撈不到了 它已經流過去了 它還沒有流過來 你抓也抓不到 是吧 未來的時候還沒有來嘛 你去執著它也是妄想而已 所以無益無著 這是一個關鍵 就不起狂妄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追憶過去啊 有一部小說叫做 《追憶似水年華》 然後追憶過去 然後怎麼樣 計畫未來 我們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老師叫你去回想過去的事情 然後再來策劃未來 而眼前什麼 沒有感覺 眼前花香鳥語 聽不到聞不到 山間明月看不到 江上的清風吹過沒有感覺 喝水沒有感覺 吃飯沒有感覺 飲食不知其味 像孔子說的 人莫不飲食也 先能知味也 說誰不吃飯誰不喝水呢 但是很少人能夠真正的吃到裡面的滋味 為什麼 一邊吃一邊有益有著 就是這樣 一邊回憶過去一邊執著未來 狂妄之心 充滿了心田 所以說先能知味 這是在 孔老夫子在中庸裡面講的 先能知味 很少人知道這個味道 所以孔子就講了 他說啊 中庸之不行也 我知之以啊 中庸大道啊 中正平和的大道 不能行在這個天下我知道了 賢者過之不消者不及也 賢者過之不消者不及也 賢者也是過度了 腦中充滿了仁義道德 不消者腦中充滿了利害得失 然後緊接著他就講 人莫不飲食啊 先能知味 不只是飲食啊 你走路 你走路有感覺嗎 你會感覺到你腳板 打到地上的那種感覺嗎 你呼吸你有感覺嗎 空氣穿過你的鼻孔的感覺嗎 這就是中庸之道啊 所以說 無益無著 不起狂妄 用智真如性 以智慧觀照 與一切法不取不捨 即是見性成佛道 這樣子呢 就能夠用自己的真如本性 自然就會有智慧去觀照 觀照世間的一切法 這一切法 如果你沒有用智慧觀照的話 一切法就會起什麼 八萬四千層勞 你去攀圓這個紅塵 六根去攀圓六層 就很辛苦了 就勞累啊 勞累你的六根 勞累你的六根就會起煩惱 就是這樣 好像肌肉勞動過度的話 就會痠痛 心靈也是一樣 勞累過度的話就會煩惱 心靈勞累會煩惱的 那我們心靈為什麼會勞累呢 取捨 沒有智慧 整天想我要獲得什麼 我要把它拋棄什麼 什麼是我要的 什麼是我不要的 所以這就起煩惱 所以有智慧的人看到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對於世間的一切法 一切人事物 不取不捨 一己一切啊 取什麼 取一就是取一切 捨一就是捨一切 取福就是取禍 捨禍就是捨福 禍福吉凶得失失灰 好人壞人都是綁在一起的 去取捨是白白 勞累自己的心靈 產生煩惱而已 沒有任何的意義 徒勞這叫徒勞 徒勞無功而且有過 什麼過呢 就是起煩惱 我們人心就是有取捨 沒有智慧的人就是 整天活在取捨裡面 想想看我們是不是這樣 活在取捨之中 後學在道場中 這二十年來 看到道清大批的進來 大批的出去 求道人很多啊 多如過江之際啊 但是真是過江之際啊 過了江又流走了 好像寂雲一樣 一大批一大批的出現 一大批一大批的走掉了 幾十年來看太多了 原因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取捨心 她修道都是由所求而來的 所求得願 上回後學在台北 有一位典傳師的女兒 從小還訓練過三才 道主啊 講師啊 智力非常完整 後來生了一個病啊 在道場裡面 求仙佛菩薩都治不好 到外面去就退道了 失去信心了 到外面去有個神壇把它治好了 他就跑到神壇去了 後來他救病復發 神壇也治不了他 他又跑回來了 所以所求得願就進 所求不睡就退 你有所求的結果就是這樣 有所求的結果就是這樣 你求健康得到了 你就上天很慈悲就休了 那哪天你又生病了 求共產也治不好 求上天慈悲病得更重 那怎麼辦 只好退了 因為你求了就是這個嘛 你求財富 沒有得到財富 做生意還賠錢 上天慈悲保佑你賺錢你就進了 所以上天都很辛苦啊 知道這些眾生啊 一不小心啊 沒有滿足他的願望他就要退了 像這種啊 遲早有一天大考獻前 全部讓你希望落空 全部玉石分斑掃光光 你如果是為了所求得願而修道的 自古聖賢哪有這樣子修道的 沒有的 是不是 義之所在千萬人無亡矣啊 只會殺身成人舍身取義啊 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啊 為了仁義啊 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啊 更不要說是犧牲財產 犧牲這個犧牲那個的 如果為了追求什麼 不管你為了求什麼 就算你求一個心安 我心情快樂總是正當的吧 上天色考或業障現前 就讓你沮喪 煩惱 焦慮 連心情的快樂都得不到 你有所求就是這樣 生命不該有所求的 有求皆是苦啊 生命不該有所求 為什麼不該有所求 一切眾生本據如來 智慧得相 良知良能 仁義理智 一切具足 你要求什麼 最好的都已經給你了 自己不知道去發揮啊 這邊講的啊 智慧常現不離自信 智慧永遠都在那裡的 你不會用而已啊 不會用而已 用智慧觀照 自然到處都是福德 到處都是福報 處處都是淨土 所以有什麼好求的 好東西都給你了 只是自己不覺而已 所以說於一切法不娶不捨 這個呢就是見性成佛 見性成佛之道啊 所以要求什麼呢 要做菩薩 我們說我求做菩薩吧 菩薩怎麼做的知道嗎 以無所得故菩提撒舵啊 無所得 一切具足啊 哪需要再有所得呢 不增不減啊 不需要再去得什麼 得就是頭上裝頭嘛 我已經有頭了 我要再去求一個頭 兩個頭有什麼用啊 兩頭舌有什麼用啊 你四肢眼睛有什麼用啊 所以已經具足了 不需要再得了 無求無得 不娶不捨 不娶並不是代表你一無所有啊 不捨 反而不捨 無所不得 事實上你也捨不掉啦 老實講 我們說哎呀我要捨棄這些 福德智慧捨不掉的 只是你沒有去用它 我們都沒有辦法離開諸佛世界 我們都沒辦法離開老母的懷抱 沒辦法離開道 為什麼 道也者不可虛於離也啊 可離非道啊 你如果這個道如果說你是可以離開的 那這就不是道 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啊 大道無名啊長養萬物 大道無情長養萬物 大道無名生育天地 對不對天地萬物日月 通通通都是大道所生啊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離開道呢 不可能的 捨不了的啊 所以你不要去取 你也用不著捨 這是見性成佛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念 我們念就是念在取捨 就是念在取捨之間 你取捨心很盛的人啊 最後一定退道的 遲早退道的 大考來的時候遲早要退道的 一定有一天你要追求的東西得不到了 你就非離開不可了 像孔子的弟子 叫紫夏 有沒有聽過紫夏 修行好得不得了啊 紫夏還是紙張我忘記了 到老年啊 兒子死掉了 他把眼睛都給哭瞎了 也怨天尤人 說我做了什麼錯事啊 讓我兒子死了 唯一的兒子死了 增子年紀很大囉 住著拐杖去罵他 千里條條敢去罵他 他說你死了父母親的時候 你也沒哭瞎了眼啊 現在死了兒子你哭瞎了眼 你光這個不笑你就該罵 你看看考驗多嚴厲啊 多嚴厲啊 孔門高足啊 他有執著啊 他執著什麼 他求什麼 他求幸福啊 對不對 他覺得有指萬事足啊 他要求什麼 紫夏還罵他 不是 曾子還罵他 罵他說啊 因為他長得應該是紫夏 因為他長得很像孔子 所以弟子們都崇拜他像孔子一樣 加上那時候有先人前人種樹後人成糧 就像師尊師母的時代 師母在的時候也沒像我們這麼大的道場啊 對不對 所以那種威旺啊 學生啊比孔子還多 所以他就開始旺自尊大起來了 很少提到老師 開口閉口都是紫夏曰紫夏曰 所以你這叫旺恩 你又旺私恩 又旺父母恩 光記得自己的 學生對自己的崇拜 還有呢 自己對子女的一個恩愛 直下我們在論語裡面 常常看到他講的東西啊 尚且會犯這個錯誤啊 因為他執著所以讓他失去 對不對 但是人家到底是 雖然瞎了眼了心沒有瞎 到底是十大弟子之一啊 所以曾子一罵完他 他就懺悔了 他說我真是孤陋寡文啊 他就懺悔了 責備自己孤陋寡文 好 再來 善之士若欲入聖身法界 善之士若欲入聖身法界 及般若三昧者 虛修般若行 要進入 契入聖身法界 這聖身法界就是 所謂人能常清靜 天地息皆歸 無量清虛 無邊的清靜 極靜光明 安住在般若三昧之中 般若是智慧 三昧是禪定 就是大智慧 大禪定之中 我們人就是 最大的痛苦就是 沒有禪定 沒有智慧 沒有禪定 所以心慌 心慌意亂 沒有智慧呢 沒有智慧的話 所以怎麼樣呢 束手無策 常常很多事情都束手無策 不知道怎麼辦好 所以要有智慧 有禪定 要怎麼樣才能夠呢 有波者三昧呢 有大智慧 有大禪定啊 你就會活在聖身法界之中 一般人覺得這個地方是五濁二世 但是如果你有了波者三昧 本有的開發出來了 你就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地方就是長生不老天 所謂魂喊長生不老天 要怎麼做到呢 要修波者行 持誦金剛波者經 即得見性 要修波者行 智慧之行 要修行啊 修行智慧啊 怎麼修行呢 於一切法不娶不捨啊 這就是有智慧觀照啊 智慧觀照 看到什麼 一切法 不要起取捨之心 這就是智慧性 但是我們有喜染 我們取捨成喜了 有壞習慣 很多的壞習慣 所以常常持誦金剛波者經啊 即得見性 這個金剛波者波羅蜜經啊 它的內容實際上是 反覆地重複幾句話而已 重複幾句話 從各種角度 讓你能夠無所住 行於不思 《金剛經》 長老須菩提問釋迦牟尼佛 菩薩因雲何住 雲何降伏其心 菩薩要怎麼樣子安頓身心呢 如何住 要怎麼樣降伏此心呢 如何安住 一般人就是有所住啊 然後心很亂 不知道怎麼樣降伏啊 菩薩要怎麼樣做呢 雲何住 我們一般人啊 就是有所住 住在哪裡 住在成敗得失 恩怨情仇之中啊 整天心裡就想怎麼樣能夠成功 怎麼樣會避免失敗 怎麼樣可以得利 得到利益 又怎麼樣會失去利益 這就是住啊 住在這裡邊 叫成敗得失 恩怨情仇 要不然就住在什麼 恩重情深啊 很多人跟我恩很重 情很深 或者說什麼 怨恨難解啊 這是兩個我們心中常常會想到 還有什麼 大部分人際關係都是愛恨交織啊 愛恨交織 有愛也有恨 就叫恩怨情仇 這就有所住啊 我們心就住在 大方向就住在這裡邊 叫八卦嘛 八卦 八卦就是成敗得失 恩怨情仇 所以要無所住啊 不要住在這裡邊 無所住怎麼辦 我要做什麼呢 行於布施 人生就是在布施而已 效法大自然嘛 空氣在布施啊 布施給動物植物一切眾生 讓它隨意去呼氣 隨意去吸氣 水也是布施啊 陽光也是在布施啊 地水火風都是在進行布施啊 大自然在布施我們也布施 我們要布施什麼呢 我們總不能布施地水火風吧 不施錢財嗎 不管布施什麼 無所住行於布施 大方向要導向什麼 菩薩因雲河降降伏其心 凡所有一切眾生我皆另入無於涅槃而滅肚子 涅槃就是不生不滅超生了死 一切眾生我都要讓它超生了死 怎麼做呢 末後一早嘛 末後一早 重置我用各種方法結善緣 才師法師無畏師 也許你今年度不到它 明年度到了 也許你這輩子度不到它 下輩子種下一個好的姻緣 或者十年八年以後果成熟 這種例子很多的 像後學在剛剛到時剛來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面設一個經典班 然後班長呢 他就講啊 他因為他是佛教徒 很虔誠的佛教徒 姐姐還出家 當這個明山寺的比丘尼 但是呢他在二十年前 他在這個桃園國際機場的加油站當站長 那時候就有他的學長 一位道親啊 大概是道場的講師還是什麼的 對他非常的好 適當幫他解決問題啦 還帶他去聽課啦 所以他對一貫道留下很好的印象 可是他也沒有求道 人家對他就是 簡單來說才師法師無畏詞都做了 最後目的要引導他 入無於涅槃而滅肚子 雖然沒有完成 人家也沒有勉強他 後來他就帶兒童讀經班 又認識了很多道親 又覺得留下很好的印象 不像他在佛教聽到的 都是一些負面的批評 終於果成熟了 成熟在這裡 現在求道啦也很發心 很誠心 所以這就是 入無於涅槃而滅肚子 金剛經就是這樣子 那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人生方向應該也是這樣 無所住行於布施 布施什麼布施無於涅槃 財施法施無畏施 最後歸向無於涅槃 超生寮死 涅槃就是超生寮死 當然我說我們會想說 那我不要辭送啦 我知道這個道理就好了 你知道可是呢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們今天我們眾生就好像一個很偉大的藝術家 他製造出來的一架古典鋼琴 那種古典鋼琴都要好幾百萬 有上千萬的 因此優美的不得了 那麼今天呢 六祖惠能大師叫我們持送金剛波爾晶 就像什麼 金剛波爾晶不會賜給我們美麗的音樂 因為它不會製造本性的 但是呢 就好像這架鋼琴 雖然這麼好 可是音都不準啦 那斗的密發說都錯啦 斗不是斗 勒不是勒 所以演奏出來音樂就顛倒錯亂了 那就像調音詩一樣 一遍一遍的調 把這個音準調得很優美 音色調得很優美又很精確 這時候呢 這個演奏生命的樂章啊 才可以感動人心 甚至怎麼樣 驚天地氣鬼神 這就是講說 為什麼要持送金剛波爾晶 當之持經功德無量無邊 經中分明讚嘆莫能據說 持送金剛波爾晶 功德無量無邊 那作用很簡單啊 就是洗心嘛 依此洗心 就把自己的心一直洗乾淨洗乾淨 就剛才後學講的 好像一個鋼琴的音給它調整來 一遍一遍的調整調整 最後 準確的音就發出來了 或者像這個功德水不斷的洗 把我們的污垢洗乾淨 好像布很髒的布 水一遍一遍的洗 最後終於洗得乾乾淨淨 金剛經不會賜給你智慧 不會賜給你智慧 但是會把遮蔽你智慧的東西洗掉 智慧不需要人家賜的 智慧每個人本來具有的 自信本智有之 波爾之智 世人本智有之 但是就是被遮蔽住了 所以要把它洗乾淨 那金剛經是從各種角度去迫向去止 所以一遍一遍的念你的執著 你對於明相的攀遠 我們不要說我們修道我們不著相 才怪耶 道心著相的多的是 自己憑良心問問自己 你愛錢嗎 你愛明嗎 你愛房子你愛車子還是愛金剛經 金剛經換一部房子你要不要 你愛什麼呢 你愛道還是愛房子呢 你問問看這就是著相啊 說的是很好很很 說誰不會說呢 但是真的道和生命你要選擇哪一個 不要說是生命的 房子車子財產你要選擇什麼 和道比起來 對不對 這就是著相啊 沒有智慧啊 你會去執著這些 世人執著的 房子 車子 名聲 健康 長壽 這就是著相 所以為什麼要洗 要洗跌 這就是污染嘛 人的天性不喜歡這些 小孩子會喜歡這些嗎 金銀珠寶嘛 對它來講跟石頭有什麼差別 這種價值啊 都是我們慢慢污染攀緣產生來的 對世間所謂的那些財富的價值 名望地位的價值感 那種價值感不是與生俱來的 是被灌輸進來的 那些有什麼價值呢 它可以帶給你快樂 可以帶給你光明嘛 那如果這樣的話 有錢有勢的人都是無量光明的嘛 你看他們的臉 看起來像是幸福安樂的樣子嘛 所以要破相去子 此法門是最上聖 為大智人說 為上根人說 他說這個持經功德啊 是為大晟人說 為大智人說 大智慧的人說 為上根利器之人說 因為他都是破相的嘛 我們一般人在勸導人修行的 都是小根人啊 你就要告訴他說 趕快要來修道啊 我後學也時常這樣在勸導親啊 趕快來修道喔 小孩子像後學那邊道場 現在在流行啊 叩求教化菩薩來道教 道教兒子 說教學的耶 遺傳遺傳遺傳百 現在都不會教小孩啦 小孩子教育很難教啊 很難教啊 很難教啊 上次有一位道親 一家四口啊 帶到佛堂來 那認識他們十幾年了 然後夫妻倆 兒子的女兒都已經長大了 兒子的女兒都已經長大了 以前後學認識他們的時候 才一年就當了鄉里了 你看 又有學歷 又有這個經歷 有那麼短的時間 才一年多而已 然後女兒 女兒那個有夠傻的 從小看她就不是讀書的料 到現在已經讀大學了 還是那個德性啊 坐在桌子那邊 坐在我旁邊 吹嘴嘴 蠻嘴 我說 你現在在讀哪裡啊 他說台北大學 我說幾年級啦 四年級 我說你 這個畢業以後要幹什麼 不知道 我說再繼續讀碩士啊 好不好 好 那你碩士畢業以後要做什麼 不知道 我說再讀博士 他說好 不是開玩笑 他功課好的不得了 我說你知道不知道 點完師為什麼認為 你可以讀到博士 不知道 我說不是因為你聰明 因為你夠傻 說不說他 我旁邊有一位 高中的一位林老師也是道親啊 很有興趣他本身是師大的碩士 他先生是博士 夫妻倆交一個兒子交不好 緊張啊 很興奮啊 說哇 你們怎麼教小孩的 這個 這個他們還來不及回答 然後女兒就講了 不用你們 不用我爸爸媽媽講 我來回答 嚴教加上深教只有兩個字 吵架 吵架 他那個老爸臉皮很厚啊 在旁邊還補一句啊 說不是只有吵架啦 還有鬧離婚啊 那怎麼教出來的 家裡有佛堂啊 就占了這個便宜啊 先天好啊 後天不好先天好啊 佛堂先天啊 體質好啊 家裡有佛堂 然後呢 小孩子呢 會叩守 然後媽媽就是求教化菩薩 所以老心就在拼命求教化菩薩 我怎麼公衛家來啊 最上聖變成最下聖 就求教化菩薩慈悲 教育子女 求事業成功 官聖帝君 那天老母大典 聽到一位道卿在那邊念啊 念啊 念得很大聲 很直啊 就念很大聲 他開了一個電子公司求官聖帝君 因為官聖帝君是財神嘛 慈悲啊 幫助我 這個也是博士喔 我台大的博士喔 怕講太小聲喔 佛菩薩聽不到 我現在這個公司喔 希望官聖帝君慈悲啊 讓他的年營業額喔 年營業額喔 每年營業收入喔 新台幣10億元以上 股票迅速上跪啊 每股至少200元以上 這樣你在求啊 為什麼 他就是有求有應啊 但是呢 《金剛經》裡面講的都是破相的啊 甚至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拙 講福德無量無邊 最後告訴你不受福德 以菩薩不受福德故 有什麼好受的 我送你兩隻眼睛你要不要 看你要裝在哪裡 對不對 那送你再多送你五隻耳朵 我看你要裝在哪裡 能看嗎 只有增加醜陋而已啊 是不是 一點用途都沒有啊 所以菩薩於所有一切福德不應貪拙 已經太多了嘛 哪需要再去貪拙呢 所以說《金剛經》裡面講的都是相反的 都是相反的 世間人就是取向執著啊 就算修道也是為這些來的啊 也是為這些來的 因為後學是鼓勵道心啊 你為什麼來你就大大方方 不要虛心假意 所以大家就一講出來都沒聽的 但是有很多人雖然滿嘴仁義道德 事實上他道場中他求的是 終日只求福田嘛 就像這個 這個吳祖厚大師講的 如等終日只求福田啊 自信糯米福何可救 所以說呢 小根小智人聞心聲不信 所以小根小智人聽了啊 沒辦法相信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全部破了 一般人說破我像可以啊 叫他破受者像很困難的 菩薩吾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尤其受者像太難破了 什麼是受者像知道不知道 修一個長生不死的 永生的我 簡單的說 我們很多人修不行就是為了這個啊 我這一條靈性啊 肉體死了以後他要做神仙啊 這叫神我觀啊 這個不是佛法啊 這叫做外道啊 這是婆羅門教就講 就憑這一招打敗佛教啊 現在佛教在印度只有1%而已啊 99%都是印度教 為什麼 因為佛教講無我 大家怕死了 佛教講無我的啊 那印度教講的是神我 非但有我 而且這個我呢 不是肉體的我 是神我 這個靈魂的我可以做神 有沒有對呢 當然我們很多道心都是修這個神我的 很多佛教徒啦什麼都是修這個神我的 他不曉得無我的啊 我們傳道首先就傳和同耶 和同就是什麼 諸佛如來入我性 我性同共如來合 如來同啊 這叫合同 就是告訴你天地萬物 一切諸佛如來跟我是合一的 不惡的 沒有分別的 不是說我一個佛 你一個佛 沒有距離的 博德品一開始的時候就講 行遊品就講 運之與戒 凡夫見惡 智責了達 知其不惡 我們這個五運和這個世界 是不惡的啊 不惡之性才是佛性啊 但是小根小智人文啊 心真不信 沒辦法忍受 要破這個肉體的我可以 要破這個神我 那我就什麼都沒啦 你什麼都沒有你就是擁有一切 一極一切 一切一切 生命事實上就是一切 一切的一切 無我才是一切 有我你就只有那個我而已 所以心生不信 《金剛經》很多人念一念可以啊 所以聽說念經很多功德啊 仔細去了解裡面的意思啊 很痛苦的啊 很痛苦的啊 什麼都不要啦 什麼都沒啦 然後只有行於布施 只有行於布施而已 就像孔子孟子一樣 什麼都不求 只有行仁義而已 對不對 孔孟就是這樣子啊 什麼都不要 只有行仁義 而且還要 勇士不忘尚其緣 志士不忘在勾禍啊 他永世不忘隨時要失去他的頭顱啊 至於盜著弑君子啊 永遠不會忘記說自己可能會死在篝禍之中 這個就是上根人 這就是上根人 小根小治之人啊 聽了以後啊 實在是頹尾囉啊 心生不幸啊 實在是消化不下去 受不了 一聽到這個就 一聽到剛剛講那個 教化菩薩啦 觀生帝君啊 那個啊 興奮起來 何以故 譬如天龍下雨與岩湖提 成翼聚落西街漂流 如漂草葉 他說好像天龍下雨啊 在這個地球上啊 雨好大 成翼聚落啊 西街漂流 就是土石流啊 大洪水啊 然後連城市都漂起來了 好像漂草葉一樣 但是如果下在大海啊 不增不減 下在大海裡面不增不減 若大聖人 若最上聖人 文梭金剛經 心開物減 這就是像大海一樣 心像大海一樣 這叫河童之心 所以我們傳道傳河童 一開始就傳河童 這很重要 你一旦河童你就像大海一樣 無量無邊嘛 心量廣大 心量廣大 你就不會整天守一個我 整天為這個我啊 急急盈盈的 怎麼樣讓自己這個我 先保護好 然後讓它發展得 比別人更好一點 那這輩子過得很幸福 下輩子還可以做神仙 就是這種想法啊 就從人我到神我嘛 從人我一直發展到神我 離不開一個我 不離我職 你沒辦法接受無我這回事 我們傳道就是傳無我的 河童就是無我 就是從無我開始 然後回歸無我 所以今天呢 末節的大考都是考這個我 考這個我職 有我職的人非倒不可 耶穌講的 被我絆倒 他告訴他的弟子們 不要被我絆倒了 最後都是被自己絆倒 沒有人可以絆倒你 被自己絆倒 被這個自我給絆倒 我們看一個家庭 是什麼障礙家庭 就是自我啊 是不是 夫妻倆都很自我 那家庭就不會幸福了 小孩子很自我 父母親很自我 就不會幸福的 越無我 一個人越無我 他在這個團體裡面 就越能夠帶來幸福 所以我呢 是一切的邪惡之端 自我 事實上根本沒有自我 妄以為有我 人的第一個妄念就是 無我之中妄見有我 這是人的第一個妄念 根本沒有自我 但是你以為有一個自我 金剛經就是破這個自我的 所以最上聖人 文說金剛經 心開誤解 故知本性自有剝者之志 自用智慧常觀照顧 不假文字 一旦心開誤解以後呢 也不需要去 在金剛經上面句句推敲啊 自制辭送不需要 心開誤解以後呢 自然知道呢 你破一切相以後呢 自然破一切相以後 不是空無一物啊 不是空無一物啊 一切執著都空了以後 如來葬不空啊 如來葬不空大智慧現前 所以說本有剝者之志 自用智慧常觀照顧 不假文字 譬如與水不從無有 原是龍能心智啊 好像雨水不是無中生有的 是這個龍王啊 可以星雲作雨 降下甘霖 同樣啊 我們的剝者之志呢 也不是無中生有的 是本性自有的 是本性能夠生出來的 而且可令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 有情無情 細皆蒙論 百川眾流 雀入大海 何為一體 眾生本性 剝者之志 亦復如是 所以今天我們的大智慧 有多大 大到什麼程度 可以讓一切眾生 甚至一切草木 有情無情 都可以蒙獸之論啊 就像百川眾流 最後融入大海 何為一體 眾生本性 我們在座就是眾生 每一個人本性 剝者之志 不要光想守住這個小小的自我 守住這一點的堡壘 不曉得自己的剝者之志 有多大 可以滋論 不只是滋論一切眾生 甚至有情無情啊 都可以蒙獸滋論 一般人 沒辦法想像的啦 我只要照顧好自己就好了 我沒有那麼大的心 這不是你有沒有那麼大的心啊 實相就是這樣子啊 實相就是這樣 你有這個心也好 沒那個心也好 你必須要回歸這樣子啊 你才算是醒過來了 你不是說我睡著我醒過來 我手指都醒過來就好了 對不對 我不貪 我不貪心 我手指都醒過來就好了 或者我腳醒過來就好了 或者我上半身醒過來就好了 你要醒就要全醒嘛 要整個醒過來啊 要覺嘛 要覺悟嘛 整個醒過來 不要說我不貪 我這樣就夠了 原覺 圓滿覺悟 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 覺就是醒過來 覺醒過來 覺醒過來 覺醒過來發現什麼 天地萬物與我唯一 我的智慧呢 不是光照顧自己 可以照顧一切眾生 為什麼 一切眾生就是我 日月星辰就是我 有情無情都是我 也既然都是我就沒有我 沒有彼此的 不惡之性就是佛性 所以小根小治之人就沒有辦法 他的人生永遠都綁在 怎麼樣讓自己活得更好一點 然後再進一步讓自己身邊的人 活得更好一點 活得好死得好 就是這樣 活的時候榮華富貴 死的時候悖疾哀龍 這樣就夠了 這樣死了以後還能夠做神仙 不要妄想啦 這種人是做不了神仙 絕對不可能 神仙一定是無我的 有我是做不了神的 如果有我的人做神 一定不是禮天的大仙 一定不是禮天的大仙 最多就是向天的小仙 就是行善善有善報 所以聖人稱之為大仙 就是這樣 什麼叫大仙 天地何其德 日月何其名 鬼神何其吉凶 何同 叫大仙 所以有時候我們 搞不清楚狀況 《金剛波爾經》 可以拿來讀一讀 就像你讀大學中庸 讀《新經》 《金剛波爾經》 反覆的 因為裡面內容其實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什麼是實相 實相 無相 讓你離一切的相 實相就會現前 如來寶藏就會現前 不然我們當然道理誰不會講呢 可是襲染太重 在道場中 一年 兩年 十年 八年 還是那種 小夾子氣 還是整天 我怎麼樣 啊 什麼 整天心裡想的就是我 好 我們先往下看 好 我們先往下看 我們先從此 再次詳細 擔憑